年的传说故事 春节是中国人的传统习俗 而每到过年 家家户户都要张贴用红纸写成的春联 晚上要烤火 新年的早上起来燃放鞭炮 与亲朋好友见面 也互到过年好 恭贺欣喜之类的祝福语 这个习俗又从何而来呢 有这样一个民间神话传说 春节的另一个名称叫过年 过年的意思是祝贺人们逃过了年的吞噬 年是什么呢 年是一种异常巨大凶猛的野兽 身体比大象还大 飞起来比风还快 叫起来比雷声还响 它不但凶猛 而且十分的残酷 它见人吃人 见牲畜吃牲畜 形状好像是牛 造字的苍结看见过它 感觉它与牛很相似 所以就把它的字形 与牛的字形造得差不多 它的头上 长着支支插拳的两个脚 青面獠牙 血盆大嘴 反正 年的样子 要多恐怖就有多恐怖 要多凶恶就有多凶恶 远古时代 它才是百兽之王 什么狮子 大象 老虎什么的 都是它的果腹美食 这么动物都不是它的对手 何况是身材瘦小的人呢 总之 它所到之处 生灵涂炭 尸体遍地 皇帝统一个部落后 带领群民抵抗各种天灾 为了彻底解除 年对人们的巨大威胁 皇帝与英龙 立幕等大 臣一起商议 采取什么办法 有人主张迁居 有人主张捕杀 最后根据皇帝的意见 大家都同意 采取彻底消灭的办法 于是 当严冬来临时 各部落都组织一只百人的队伍 去捕杀年群 经过十几个严冬的不断捕杀 年越来越少 成群结队的年 再也看不到了 最后 天下就只剩下一个年了 后来 玉皇大帝看他伤害的生灵太多了 救命太上老君施展法力 降服了他 把他锁在天牢里 黏着个怪物 到了天上 就昏昏欲睡 要等到月亮圆过了十二次以后 在月亮像个柳叶眉一样的时候 玉皇大帝才允许他下人间 巡视一个晚上 一一那也就是年这只怪物的年夜饭 年一来到人间 吃人伤畜 百姓便遭殃了 一开始 人们是在心惊胆战中度过这一天的 因为没有人知道拿什么来防御他的侵害 只好束手无策 乖乖地等他来吃 可是 偶尔一次 当他走进一户人家吃人的时候 看见了一堆熊熊燃烧的竹子在迎风燃烧 还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 吓得他 撒腿就跑 他以为是雷弓在打雷 电炉躲在里面又捉他呢 便只好无可奈何地躲到深山里不出来了 从此 人们知道他是怕火光和响声的 每到这一天 人们就关起门来守年 他们早早准备一堆一堆的干材 到了黄昏 便点火堆 大火熊熊地燃烧着 人们还不时在上面放上一根一根的青竹子 青竹子一破裂 便发出噼里啪啦的爆破声 年是最怕这两样东西的 一见火光和一听声响 就游走他方了 从此 人们知道年一怕火 二怕光 于是 每到年要下凡的那天 家家户户便放起鞭炮 贴起红春帘 点起篝火来赶跑年 到了晚上守岁烤火至深夜 见年未来骚扰 便可以放心地睡了 隔天早上 大家相安无事 便互相祝贺 这便是过年的由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